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聊最近的时事 其实这个端午长假很多人在休息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酝酿 下个礼拜开始又要开始绝地大反共 所以我们就来看两则主要的新闻 就是卓榮泰 他现在要跟黄国昌来PK 公信力哪一个人比较高 然后他还宴请绿营的立委 准备下个礼拜要绝地大反共 因为为什么呢 行政院要提起复议案 对于国会改革法要提起复议案 当然他奴隶的七大理由 那七点理由都是笑话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去评价过 那个七个理由 他不过是重复 民进党立委 在杯葛议事的过程中 所重复的讲的话 那经过我想一两个礼拜开始 一两礼拜以来呢 该了解的人也都了解了 那不想了解的人呢 其实还是搞不清楚 国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这个才是民进党 敢提起复议案的关键 因为根据民调 可能大部分的民党都没搞清楚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有机会混水摸鱼 继续打一场混水摸鱼的仗 那这场混水摸鱼的仗呢 如果不管打得怎么样 至少他可以巩固基本盘 目标是这样子 那他就是欺负一般的人 对于自己日常的失误 忙着自己的工作 忙着照顾家人小孩长辈 那没有时间搞清楚 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种心态 我觉得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 台湾真的要民主深化 还要在一百年的关键的原因 当一个社会低薪变成国耻 很多人在为自己的生存的底线 在拼搏的时候 其实真的没有机会抬头 然后看看周边 看看这个国家社会 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那通常就变成人云亦云 所以很多文章或是影片 都是标题杀 标题非常的重要 好的标题 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呢 就会有很高的点击率 但是你真的点击去看 内容跟标题 可能未必是同一件事 这个就是普遍的现象 可是这个也是 为什么凡事清醒的人 都应该要努力 要更努力 我们必须要帮那些 没有办法抬起头来的人 帮他们多活一倍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 活出两倍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有些人当然是 没有条件 那你就帮他多扛一点吧 否则这个社会会一直往下沉沦 除了卓隆太耀珍跟这个 黄国中央PK公信力之外呢 还有 柯建民 柯建民说 一切的错都是韩国瑜的错 那现在呢他要 号召 不只是民进党立委 他要号召所有人 跟着他走 向前走 要干嘛呢 要诺曼蒂登陆 好 诺曼蒂登陆在D-Day的这一天 D-DayD-Day 第一个你要保密房碟嘛 第二个 第一波攻上 诺曼蒂 法国诺曼蒂的海滩的 这些官兵将士 你知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有家人有亲人有爱人 很年轻的生命 他攻上诺曼蒂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他牺牲自己 目标是什么 那你今天柯建民说你要诺曼蒂反攻 请问你的正当性是什么 你用什么东西来号召 你是号召一群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吗 那个叫做愚弄人民 好所以我才会说 你觉得你要去诺曼蒂 你会不会搞错了 搞错的地方你跑到了 滑铁卢去了 滑铁卢在比利时 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比利时 有没有可能你跑错地方 那我就讲一个笑话 我以前分享过 就是有一个 朋友的妈妈 那他大概一年到头都在旅行 那一年有半年大概都在旅行 他也觉得去搭轮船搭邮轮很好啊 反正年纪大了嘛都退休啦 那一整年都在旅行呢 其实这个旅费也没有太高 每一趟旅行两三万块 那去搭个邮轮比较贵 十万块以内也可以达成目标 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旅游 一年有半年在外面 那人就去 就觉得很好船的 那因为他很好咖嘛 那你要凑团的时候 大家想说现在我们还差一个还是两个人 很多人都会想到他 那打电话给他 然后这位这个 妈妈呢阿嬷呢 有一次就有人跟他讲说 我们要去琉球 琉球很好玩喔 谁谁谁我们一团好不好 他说好啊 然后他就去琉球了 隔一个礼拜回来 就有人跟他讲说 最近啊这个纳爸很好玩 纳爸在哪里 在日本啊 好他又参加了 一下飞机 诶 这不是我上礼拜来的地方吗 好像我有点熟悉耶 好 又来了 回来之后又隔一个礼拜 就有人跟他讲说 诶我们要去沃琪沃 最近沃琪沃团呢有打折 多少钱多少钱 他说 那好啊 也参加啊反正这些都是好朋友啊对不对 就又参加了就一下飞机发现他又到了一个同一个机场 那柯家宁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去诺曼地还是你要去滑铁路呢 我觉得在目前为止喔 这个议题如果继续炒热下去热炒下去终究真相会慢慢的大白 为什么 因为 你没有办法永久的隐瞒所有的人 你可能可以一时欺骗部分的人 你甚至可以长久欺骗部分的人 但是你没有办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嘛 真相会大白的 没有时间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人 我们就努力的做一些shows 让大家可以理解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转传 有关于考监两院的事情 真相是什么 会有很多人转传的 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喔 就是 在 陈月扁执政的时候 其实他被媒体追杀 他被立院追杀 朝小野大 他是承担压力最重的一个 历任的民选的总统 可是对于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他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呢 他的态度是支持的 做一个被国会追杀的最严重的 真调会真相就是针对他嘛 他仍然支持国会改革 林卓水委员 他支持国会改革 我看 这一些老一辈的 从党外时代走过来的这些民主前辈 都支持国会改革 这是他们等了三十几年的事情 那民进党呢到底在抗争什么 我们是完全看不出来 现在看起来呢 也许是一个妒忌心的作祟吧 什么是妒忌心呢 现在柯建民啊 他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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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铁路 柯建民要去滑铁路 为什么呢 他非常的痛恨韩国瑜 这么讨厌韩国瑜 那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你 非常的彰显韩国瑜 非常的讨厌他 整天攻击他 或是攻击黄国昌的时候 那他们两个一定做了什么 让柯建民会暴跳如雷的事情 他一定做对了一件什么事情 让他会暴跳如雷 那所以韩国瑜我们公平的说 你看看他在议事的异常 他是怎么表现的 他表现得中规中矩 你说他有议事不中立吗 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议事不中立 因为你在委员会不断的杯葛 国会改革法的议程的时候 那人家没有办法跟你对话 那你就躺在地上打滚撒泼啊 对不对 没有办法跟你对话 最后整个草案送出了委员 那当然进入愿会恶毒嘛 愿恶毒的好的机会就是一条一条 在镜头面前你对全民 来表现一条一条你的主张是什么 没有 抗争绑白布条放气球 谩罵说谎 那现在卓龙他还接棒 由行政院来继续把这个柯建民 他们所有的米纳立委 在立法院所说的谎再讲一遍 所以行政院变成了柯建民的什么 打手附庸 所以不是附水组织是磕水组织 所以我觉得他事实上我真的想不清楚 我想了几天呢 行政院提赴议案是要干嘛 然后柯建民说他要绝地大反攻 他要去诺曼地 绝密绝地大反攻 他们要做一个诺曼地式的登陆 反击 然后箭头指向韩国瑜 我觉得只有可能有几个结果 而且都不是柯建民想要的结果吧 那一个人怎么会杀红了演变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讲杜继心杜继心啊 女人杜继心好像比较重喔 其实不是耶 我觉得男人杜继心更重耶 你一直想要立法院院长那个位置上不去 然后呢看着韩国瑜坐在那个位置 觉得他得不配位 觉得他没有资格 可是人家坐在那个位置做得好好的 于是他就死尽浑身解数去攻击他 有什么用呢 只是让自己出丑罢了 所以柯建民到底是要去诺曼地 还是要去滑铁卢呢 也许他真的没搞清楚耶 我们下一段进来 全然没搞清楚耶 也许你 没搞清楚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喝好咖啡 大家好 我们看柯建平是怎么批评韩国瑜的 他用了一个手板 上面写说笨蛋问题就在韩国瑜 那你讲笨蛋是要讲谁呢 你是要讲你的支持者是笨蛋 没有搞清楚问题是在韩国瑜的人通通都是笨蛋 那你到底这个笨蛋两个字是在骂谁 或许这个笨蛋是柯建平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就出在柯建平呢 我们来看看他指摘韩国瑜有几点 他说第一点 他主持会议事不中立 然后他还讲什么呢 他说这个韩国瑜去参加了一场委员会 他说院长不会去委员会去干涉的 去下指导旗啊 可是事实上韩国瑜坐在那里长达半个小时 一言不发 他不可以去关心 不可以去参与吗 没有啊 院长本身也是委员啊 院长本身也是立法委员啊 只是过去很多的院长呢 每天西装领带的 那不参与议事 不参与前面的流程 那都是密室协商 都关起门来 在院长办公室 还会在其他的会议室 谈这个谈那个的 你还不如公开的 谈谈当当的 去各个委员会去关心一下 这为什么不行呢 除非你不符合那个委员会的规矩嘛 比如说政党协商的时候 谁可以进去 不是所有人看人们都可以进来参加 你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其他的委员会的委员 你进来参加要干嘛 符合所有的议事的规矩 为什么韩国瑜不可以去委员会 没有道理 好 然后他还说他什么呢 他说韩国瑜是 轻鸟行动最后一个顽强抵抗者 知道吗 是真的吗 最后一个 这让我想到以前蔡琴的 有一条歌 最后一页 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 这个柯建民要唱 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 有一天柯建民一定会有关灯熄火 关灯的最后一页 那你要不要唱唱蔡琴的最后一页 什么叫做轻鸟行动的最后一个顽抗者啊 轻鸟行动显然 当你要提行政院要提这个复议案的时候 你们又要在立法院上演一次 很难看的戏 有这么多重要的议事要审 结果你们把这一个院会 这一次的院会 全部绑在你们的私心上面 最后你到达不了诺曼地 你不要说诺曼地登陆 诺曼地抢攻抢摊 你就已经直接到了滑铁路 自己都不知道 你以为你到诺曼地 其实你一直都在同一个地方 你一直都在滑铁路 柯建民还说韩国瑜什么呢 他说法案未经协商就要强行表决 没有协商吗 有经过公厅会 有经过政党协商 然后经过一读二读 最后三读 所有流程都走完了 因为你不想要这个东西 所以 这还是你们之前提出来的法案 完全没有超过 30年来民进党各个立委签名 提出来的法案的内容 没有超过 然后不断地造谣声势 你就是欺负一般的民众 没有办法去查条文 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理解 整个来龙去末 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 只要你理解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跟周边人去说明 其实没有几点事情嘛 都可以说明的很清楚 第一个 一开始他们造谣什么呢 造谣说 这个藐视国会罪 就一般的民众也会入罪 没有 藐视国会罪现在条文都清清楚楚了 刑法第141条之一 是针对官员 而且官员必须要怎么样 公务员必须要说谎 说谎才有刑责 说谎刑责是立法院决定吗 不是 是法院决定的 所以他会经过一个审判的程序 不用担心 一般民众不用担心 他会经过一个审判的程序 所以我觉得最理性的 就像美桥商会的表现 他在第一个时间不发言 不像欧桥商会 急呼呼的发了一个东西 美桥商会不发言 等到看完条文 等到看完你怎么立法 记者问美桥商会的理事长的时候 美桥商会说 因为这些条文我们都熟悉 这些元素 美国国会也有听证会 但是法条是这样规定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你怎么执行 所以我们没有评论 No comments 在这个阶段 No comments 所以既没有民进党在 一开始在院会里面叫嚣的 什么一般的人都会有刑事责任 再来 再来 有没有花东三法 没有 就上次你说要强行进负表决 没有 所以他现在自己说了 柯建民现在自己说了 他说 你没有经过协商就要强行表决 然后说 韩国瑜领嫌提案 花东交通案两兆前坑 你现在说韩国瑜领嫌提案 那院长可不可以对于案件领嫌提案 可以啊 他可以签名呢 这个苏家权也签名过 这不是没有潜力 然后关键是 你在 如果一般表决的时候 院长是不投票的 可是如果在两边这个票数打架了 就是一对一 就是一样的时候其实院长还是可以投票的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 你说他领嫌花东的两兆前坑 这个两兆也是民进党自己算出来的 那要不要过 其实 关键还是 你的还评呢 虽然有法案 可是执不执行现在执政党是谁啊 是民进党耶 反而给予民进党一个 空间 他到底要怎么做 给他空间 你不要 立法院授权你 你可以动用 你可以编列预算 你不要 然后说他是一个前坑 这个事情很长 我们可以去评估 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专家学者 谈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雪税 当时要开雪税的时候也有人反对 然后反正你回家 你要不要搭火车往花东的人 你要不要搭火车在宜兰的地方 你要不要搭火车 常常买不到票 要占票 再不然呢 你就要从北宜 台北宜兰 北宜要 你从北宜走 九万十八拐的路又小 如果你是左北宜 他会塞车 那现在因为雪税通了 所以北宜呢 没有什么人走 去变成那些超跑 或是重机在飙车的地方 那当你把雪税开通之后 宜兰的经济有比较繁荣吗 未必 为什么 因为交通方便 所以 人家不会去long stay 大部分人去了 然后就可以马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开车就会回家 所以雪税现在也是蛮常 在周末的时候塞车嘛 山高通往雪税的那些交流道 到了周末或是连续架都是塞车的时候 OK 所以到底要不要开通这些大型的建设 是不是对地方就会比较繁荣 这是一个问号 这个可以讨论 可以商榷 但是 花冬 长期以来 好像变成是一个后山 然后 只要是 台风地震 他们常常就会断水断电 各种的交通的不便捷 医疗 不如 西部 这个都是 类似像离岛一样的一个境遇 那你要不要把它用重大的建设 把它环绕起来 所以一个环岛的一个建设 是不是必要的 我觉得长期来说是必要的 这绝对没有错 问题是 我们没钱 那为什么会没钱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产业外移 我们本来可以跃上另外一个高峰 可是产业外移长达30年 将近40年的伤害 当然对台湾的整个重大的基础建设有伤害吗 但是 或福相矣 就是如果我们当时 就像中国一样 快速的去做基础建设的发展的时候 会不会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们对于一个旧的城镇没有做保留 我抹去的历史 我抹去的记忆 然后所有的城镇看起来都是高楼大厦 宽道的街阔 你连逛街的兴趣都没有 因为宽道街阔你光是过一个马路 夏天晒太阳雨天要淋雨 你都不会想要逛街 你只会开车从点到点 结束了 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会更怎么样 会更遥远 所以有关于花东三法 我认为就是理性讨论就好了 如果环平没过就不要做 可是要用这个东西来攻击 那到底编列这些预算之后 谁会得利呢 财团会得利吧 已经买了土地的人会得利吧 那对于傅昆琦来说 他当然会有得利的地方 可是他身为花莲 那么多届的县长 身为花莲的立委 他当然要为花东争取权益 这有什么错呢 就他的立委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本位主义 你要为地方争取嘛 不然选你这个立委干嘛 人要基于本位主义 站在自己的位置 把自己的位置做好 然后再来协调说 那我跟其他人要怎么协调 在国家预算不足的时候 花东可以做其他的什么样的开发或发展 可能未必是做这样的重大的建设 这是需要协调的 可是你所有事情不做讨论 你直接怎么样把它污名化 这是不对的 这个对国家用议题政治 真正走向民主深化 是绝对是斗铁路 走回斗路 所以柯建民说他要去诺曼地 我认为他一直在滑铁路 下一段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于卓龙泰说啊 他要跟黄国昌来PK 公信度 我们通常都说公信力啦 可是卓龙泰说公信度 好 不管是公信力还是公信度 大家觉得卓龙泰讲话比较可信 还是黄国昌讲话比较可信呢 虽然这一次这个柯建民 柯建民非常讨厌黄国昌啊 长久以来就非常讨厌他 他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呢 也许这个其来有志哦 就是你的形象 你的口条可能不如他 然后他有光环 他有年轻人的喜好度 所以他们现在就号召年轻人来羞辱黄国昌 说黄国昌背弃了太阳花 黄国昌在时代力量的时候 时代力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嘛 所以时代力量的几次的分裂 然后再讲黄国昌 可能有金钱上的问题 对不对 捐款的问题 金钱的问题 呃 伪装建筑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各种问题啦 可是很多事情我们不用去人身攻击 为什么 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 我们只看你是不是本位主义 你坚守你自己的岗位 黄国昌现在是立法委员的身份 他是民众党党团 所以黄国昌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身为一个立委提法案 身为立委监督政府 对不对 揭发弊案 那就法条提法案揭发弊案 到目前为止黄国昌在立法委员这个位置 有没有公信力 我认为他有公信力 这个跟你肯定他 否定他 他个人人格怎么样 人品如何 都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讲法条 可能学者 以学者的角度 研究的角度 对于法条 我们可以每一个字来做斟酌 那我们就把所有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法条 所有的法律都来每个字做斟酌 并不是每个法条都是OK的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关心 关于移工的问题 外劳的问题 我们认为相关的法条都是不完整的 不够的 甚至是错误的规定 那有改吗 也没改啊 所以不需要个别的去放大 个别的问题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呵 好 所以PK公信度喔 卓庸泰在当 嗯 就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好 2019年的时候 他当党主席嘛 对不对 那他还有公信力吗 没有啊 我不觉得他有公信力啊 然后再来就是 看你有没有公信力 不是用感觉 就看这次卓庸泰 才刚上任没几天 对不对 你就要提复议案 行政院有史以来提复议案的机会 次数多不多啊 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 财政化之法的法案 后来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就是由习坤 他提出复议案 这是印象中唯一一件 在宪法征求条件通过之后 就是有复议案成功的案例 就是因为当时有五党籍的立委跑票 所以这个复议案呢 就成功了 然后你现在要提复议案 复议案面对的就是什么 可能就是 行政院长要下台啊 你说好啊 你要让我下台 我就让你解散国会 没有关系嘛 大概逞凶斗狠 所以卓庸泰他怎样 他可能会变成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最短命的一任行政院院长 做不过一个月 就已经画下休止符了 就要唱最后一页 对不对 就要唱最后一页了 这个很快就要发生了 因为依照宪法征求条文 复议案一提出之后 如果还在议会 这议事规则 就是还在议会的运行当中 如果现在是修会期间 那立愿必须要在10天之内 把所有的委员召集回来 然后呢 在15天之内必须要表决 那这一次呢 因为还在议会中嘛 现在还没闭会嘛 所以这一期的议程 就会被插进去这个复议案 15天之内要表决 所以卓庸泰很有可能 在一个月之内就要下台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啊 你不要都把别人想成笨蛋 所以闲熟于政治 闲熟于选举的民进党 为什么会由这个 柯建民领衔 然后卓庸泰也跟着走 所以要提复议案 难道这个民众党会倒戈吗 难道国民党会有立委的票 倒戈吗 有没有可能 不要说不可能 因为当你是执政党的时候 因为当你是执政党的时候 你手上握有什么 有很多人的黑资料 会不会是拿这些黑资料 去逼迫人家 不然他为什么要倒戈呢 他倒戈的下一步就是被自己的党 自己的选民唾弃啊 但是不要说绝无可能 那如果说没有倒戈 复议案的表决 就是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 赞成复议案的话 复议案就成立 这个案子就结束 就当作没发生过 那如果复议案没成呢 那主庸泰就要面临下台 接着就要PK说是不是要国会改选 那现在有人就已经想了很远了 就觉得说国会改选就是民进党最后的目的 国会改选呢反正现在民进党输嘛 所以大家来大盘算一下啊 民进党本来输啊 所以如果国会改选再选一次 民进党还是输的话 那跟现在没有两样嘛 他们多一期少一期又怎样 可是如果赢回来呢 就改变了朝小野大的情况啦 那他们又重新拿到一个什么 就是重新拿到一个 可以全面执政的机会嘛 让选民有一个反悔的机会 让选民当时呢 在不同的选区 我们贏还是会贏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不会赢的呢 可能选民后悔了 所以可以把票扳回来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努力运作 所以算一算啊 东算西算 可能可以真的 把所有的席事都引回来 真的要这样吗 如果这样的话全民动员啊 那个真叫仇恨总动员 仇恨总动员的结果 会不会 民进党在立院的席次 变成在野党拿到了三分之二啊 如果在野党在立院的席次拿到三分之二的话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罢免总统了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哦 我们好像要拉丁美洲化 我们也变成拉丁美洲的政府啦 总统一直上向下下的换人 对不对 最近墨西哥换了一个女总统 然后可是呢 他们有一个市的市长也是女的市长呢 结果被杀 那事实上几年前也有一个墨西哥的市长 一样被杀也是一个女的市长 而且他还被死前还被淋虐 这是墨西哥的情况 然后其他的国家都一样 就他政权非常的不稳定 我们也要搞拉丁美洲化吗 其实台湾现在真的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这些政坛这些人在吵啊 你看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 是NVIDIA 是黄仁勋 是这些科技大佬 他们在努力做什么呢 现在所谓的AIPC嘛 那我也好奇AIPC 到底能不能让这个 我们的电脑运算加速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啊 剪片的时候有时候影片转绑 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 那能不能让他加快 所以到底是要换电脑呢 还是你要先要换AI电脑 可是AIPC喔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设计喔 所以他在资安上面 他在安全性上面可能有他的顾虑在 好 那电脑防毒当然他有他的优势喔 他们现在就用AI的方式就可以在自己的 这个电脑在尤其是在手提示电脑喔 在行动电脑上面就可以自己做防毒的这个 呃侦测不需要等到你反应 等到说远端侦测完了之后 连线侦测完了之后 然后你你那个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有毒的 软体或是有毒的这个 内容的档案你都已经打开来了 所以你整个可能电脑就已经被绑架了 所以我最后决定我还是在观望一阵子喔 再来考虑要不要换电脑 好 那所以我觉得到周末了嘛喔 那个可以出去走一走 早上呢起个早去爬个山都不错喔 这几天天气应该还不错喔 那没有人说端午节快乐的啦 因为端午节不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喔 只能说端午节呢大家平安 好 那所以今天来谈 就是左洋泰 柯建民 他们要做这个绝地大反攻喔 我目前看起来我也考虑过了 是不是他们可以收买在野党立委 或是影响他们投票行为 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可能 好所以呢他们从来没有到达诺曼地 他们是一直都待在滑铁路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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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蜷能看到 沉浸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最好的科技提供绿能永续 更健康优质的生活品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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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